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昕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6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清查高层的反腐努力 是否将告一段落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芯片归来 为何遭到左右两派的夹击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是网路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生先生 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艺术的作者何清莲女士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 欢迎四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反腐风暴的新进展 习近平上任以来 中共反腐大战高潮迭起 除了多位高官落马 几个超级大案呼之欲出 中共历届政治局常委们的家族财富也纷纷曝光 但是就在最近呢 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表示 中纪委未来的查处重点将放在十八大以后 继续贪腐的官员以及现任的官员 杨小杜这个表态是否表明中共清查历届高官 及其家族的反腐高潮将悄然落幕 习近平和贪腐大老虎们交手 谁占了上风 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杨小杜的谈话最引起注意的是 他说呢未来的查处重点是十八大以后继续贪腐的官员 以及现在在重要纲位而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官员 那么您如何解读他这个说法 他这个说法已经很明确地给出一个信号 就是以前贪腐的但是十八大以后不再继续犯案的就可以放一马 不再成为中纪委清查的重点 那么这个话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他也就属于变相的一种赦免 从这个话来讲可以讲习近平刮起来的这个第一波十八大以后的反贪高潮 基本上就落幕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好几个转折点 我们回头可以再进一步谈 好 何秀玲女士 很多人联想就把这个比成是十八大之前这个贪腐官员的一个大赦 那么您对这个大赦之说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大赦是分阶层的 为什么分阶层呢 他只是针对这个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常委 因为就在杨晓杜讲话公布的同一天 中纪委的网站上也有一条消息 就是查处湖南省政协主席叫做杨宝华的吧 那么就是他已经退休三年 符合这个不在重要岗位上 但是他没有得到赦免 就是他是习近平近年来查处的第二十八位省部级官员 所以这个信号非常明显的说明了赦免的对象 仅限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 好 我们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上任以来 中纪委的权力其实扩大很多 那么现在这个杨晓杜的讲话里面又提到 中纪委要回归本职工作 那么宝生你的看法 杨晓杜他在里面谈到了三个转变 一个是职能的转变 一个是方式的转变 另外一个是作风的转变 方式和作风大家很容易理解 职能的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晓杜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不能种了别人的田 荒了自己的地 这是什么意思 以中纪委反腐反贪 是不是你的本身的职能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那是谁的 当然有很多人批评 现在中共以党的机构来查处这些贪腐官员是不对的 是违反法律的 因为你党不能从党的纪律方面来查处犯了刑事犯罪的这些官员 那么可以 这可以从机翼的意义上来理解 另外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 就你忙活了半天 是为别人做嫁衣裳 没有做本职工作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好 陈归德先生 你怎么解读杨晓东的讲话 我想在我解读的话 恐怕就是说 他像现在放出这个信号 就是说对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官员的查处 就到周永康为止了 以后再也不做对政治局常委 这样的查处了 但是我要强调说明点是 这个并不表示 就是说他这次反弹 往下会停止了 我觉得如果停止了 就表明习近平已经失败了 所以说他还是 是一个战时性的妥协 对最高层的 包括曾庆红 江泽民这几位的 最高权力的人的一种妥协 但是往下的东西他还要做 如果不做的话 他显然就是在政治上 已经给人露出一个失败的迹象了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战时性的妥协 将来还是会有戏 因为他的虎牙已经露出 很多中共的上层官员的不安全感 已经非常深了 所以说和习的矛盾 包括将他们对习的警惕心 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放下 现在问题就是刚才奎德谈到 到周永康为止 为止是包括还是不包括周永康 包括周永康 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东西 就是说周永康还是 他不能把周永康这个事情 说以后周永康还可以出来 这个显然不行了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完全失败了 但是也有可能他采取一种非常冷凑力的办法 比较缓一点 就是说了一句 你晓得以后大家一笑了之 周永康的事到此为止 关键就是周永康的事情 会不会对外公布 会不会采取公开审理的办法 陈小农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刚才宝生谈到了杨小杜的话 所谓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地 我在杨小杜的话里 找到了两句话来解释他的意思 杨小杜提到说 纪检部门曾经涉足一般行政部门的事务 混同一线业务部门的工作 现在要让这些事务回归本责部门 那么究竟他指的是什么 这个官话背后是什么 我查了一下资料 今年5月5号 东方日报曾经报道过 王岐山这样一段话 王岐山说 这个有些贪官贪婪 堕落到某一界限 另立置昏 而立令置昏 为外国政府效劳 有意提供政治经济金融等机密情报 不择手段窃取情报 中纪委将不惜一切代价 彻查到底 那么我们看到 王岐山的那番讲话 正和当时中纪委把手 这个开始伸进了香港 开始调查港澳工委 同时也查到了很多高官 我们注意到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段时间 甚至再往前一点 中国高层泄露了一系列 关于其他高官家庭 经济情况和这个贪腐情况的资料 很多是通过香港查出来的 所以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就是 王岐山这番话 针对的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高层高官 而且很可能是 这个政治局常委以上的高官 通过各种手段 这个泄密 目的是为了打击权力斗争的另外一方 那么王岐山介入这个调查 实际上他履行的一部分功能 是国安部的功能 也就是说 现在杨小杜的话 很明显的暗示的是 过去捞过戒了 现在要撤回来 那么也就是说 中纪委过去帮着习近平 利用查追查这些高官资料 高官情报泄露管道 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政治对手 对付前政治局常委的做法 从今以后可能会告一个段落 好我想听听何欣年女士的分析 因为我们知道您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一次杨小杜的讲话 是意味着习近平和中共 这个最高层的大老虎的一种妥协 那么这种妥协 实际上在过去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这个博弈 里面已经有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跟我们看一看 这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线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线索非常明显 我就说五月份吧 五月初中纪委说 要把这个加大对港澳工委的 查出力度 尤其是要查出一个卖国行为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大家就知道 就是那个李鹏呢 加的高调反击 说利用这个香港的文费报 说他没有加入这个立安金融 然后呢 就是再接着 就是这个曾庆红 视察这个上海 江泽民的江浦费 我想那个时候呢 结合这个杨小杜 五月二十七号的谈话 我认为那个时候 让他们出来 已经是达成了某种妥协 某种妥协呢 我个人是这样分析的 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 确实是中国第三轮高调 讨论这个社民腐败 但是呢 我当时就写了文章 说中央不可能接受这个社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仅仅是意味着 中共合法系 政治合法性的上市 最重要的是 习近平等于自费爪牙 爪牙 就是废掉了 他打击这个政治对手 和约束贪官的一个有利工具 所以在任何时候 社民腐败 是不可能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设斉 只是挑选某一个群体 某一部分事情 有条件的做 但是还肯定也不叫做设斉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打击腐败会继续下去 尤其是这一年呢 要注意阳小路的谈话中间 不在重要感位上 我们知道这个 在政治感位上的 目前只有李小鹏等几人 但是在国企 金融 担任领导的 高干子的 红二代有不少 这些位置呢 必须让出来 清廉我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 那么保生我们知道 那么说到这个 习近平到底打还是不打 高层的现在看来 有一定的妥协 那么大家现在关注的 就是说那么低层的 或者中层的 还打不打下去 习近平面临的两难的处境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处境 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层或者稍微低一级的 这些个中老虎 小老虎或者苍蝇 他们肯定是会继续打下去 而且我看到数字说 最近一两年来 已经有省级以上 省部级以上 有几十名官员落马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 是受了抑郁症而自杀 或者是出逃 这个我们暂且不算 就是说他这层的 打虎肯定是要继续打下去 但是更高一层 包括周永康在内 他们的案情会不会公布 会不会接受司法的审判 会不会受到双开的 这么一个处罚 从目前来看呢 中共大佬在最近一段时间 确实增加了他们幕后 和目前的一系列活动 青莲刚才谈到了 江泽民上个月 在上海和普京会面 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事情 江泽民已经快九十岁的人了 而且传过几次身体不好 甚至死亡的这种留言都已经传过 他在这种时候能够出来表明什么 绝对不是为了中俄的关系 中俄的友谊 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存在和自己派系的力量仍然存在 那么曾庆红也是一样 最近温家宝等人 也是频频的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出现 是想表明什么 我们仍然对中共的反腐斗争 乃至整个政治日程 在施加着相当大的影响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陈贵在现在 既然习近平知道 他要出到很多的痛处 尤其是在党内高层势力里面 激起如此大的反弹 那么当初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 到底是虚张声势呢 还是随政治权力斗争的必要性呢 还是到底是 你觉得他 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巩固 或者加强他自身的垄断权力 而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觉得 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 他和前面没有什么区别 他想做很大的区别 特别是和胡锦涛 这一任做很大的区别 要觉得如果反腐 他会成为他的政治生涯中间的 最大的一个亮点 实际上也是 我看习近平的其他的政治举措 特别是最近对于右派的打击等等 实际上只有反腐这件事情 在民间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的 这个是客观的 他是想做 做得比较大 比较轰轰烈烈的 但是他遇到了阻力 不是说他 他实际上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他现在 当然 OK 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 他是遇到了某种相当大的阻力和困难 他如何来平衡 这个阻力和他要继续打斧 这个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是目前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作为一个红二代 我认为习近平是有使命感 他的使命感 第一是什么 保住共产党不在他这一带 下去 垮台 垮台 灭亡 这是他的使命感 当然 打了开始打呼以后 他突然发现 景阳港上的老虎太多了 甚至连他自己的家族 也被人捅出风声 那么两年前 彭博通讯社就报道 他的姐姐 其乔乔 还有他的姐夫 邓家贵等人 也参与这个 利用的他的家族 来敛财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昨天看到 纽约时报的报道 就是一个名叫肖建华的 前北大毕业生 他创办的公司 在2013年1月的时候 以1500万美元这个价格 收购了习乔校 还有邓家贵 他们的一家投资公司 而且是以对方赔本的 这么一个价格来成交的 表明什么 习近平想把自己的家族 搞清白 这样的话 他可以对付其他的老虎 但是他现在发现 老虎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陈晓彤先生 我们知道其实国际 国内对于习近平反腐 有相当高的期望 而习近平呢 其实也是像毛泽东一样 极大权于一生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这样大的权力 这样大的决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都还没有做得太成功 那么结果仍然是 现在这样 可以说是在高层反腐 可以说是半途而废 那么这会给人更多的期望呢 还是释放呢 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实际上要把习近平 打苍蝇蚊子和麻雀 以及打这个超级大老虎 就是政治局常委 这两件事完全分开 如果从打常委的角度来讲 他是失败 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办法 完全把那些老常委的压力 给抵制住 我这里查了一下一些文献 发现一个很重要的 杨小豆讲的转折的实质是什么 实质就是老常委用党章 把习近平的手脚重新捆起来 为什么这样讲 中共中央党章的第44条 实际上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是豁免的 就是说他规定政治常委 这个各级的纪委 如果要查常委一级 必须要上报 获得批准 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已经没有上级了 所以没有办法上报 换句话讲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豁免的 因此按照历届 传统的规则和中共党章 习近平不能打超级大老虎 不能打政治局常委 但是18届三中全会之后 这个原中纪委的政言师主任 后来的纪检学院的 负责人李永忠 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 说18届三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提出一个要求 叫做一同二主三话 一同就是从此中纪委 要去对同级的常委进行监督 换句话讲 他打破了这个党章的规定 让中纪委直接插手 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调查 但是这个做法 在杨小杜最近这次讲话中 再次被否定 所谓的转换职能 在我理解 杨小杜的话实际上是宣布说 原来习近平讲的 18届三中全会之后 要对中央政治局常委 或者前常委调查的这个转变 要再次放弃 要转回来 所以它是两个转变 又180度以后 再180度 360度回到原点 转回原点 现在杨小杜再次强调 在他讲话里强调 要按照党章44条规定 44条的规定 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豁扁 好 我再听听何其年女士的看法 我们知道您有一个观点 就是习近平 王岐山 他们这样的反腐 但是他们和贪腐领导之间 有一种既爱又恨的 这种双重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矛盾的利益共同体 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利益共同点又在什么地方 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这样我们就能看出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 真的是限于两难 我觉得这个利益共同体很好理解 习近平和这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都是真诚实富贵 都依赖于这个体制 原来呢 大家都以为这些人可以在外面 搅出山枯 把钱带出来 但是2011年莫里发革命以后 瑞士正好12月份的独裁者资产法生效 然后就是其他的国家 英美银行和瑞士 都把这个北非的几个独裁者的资产 本阿里亚 莫巴拉克 卡扎菲 他们的在海外存的钱 都交还给新成立的政权 而且规定用于社会重建 那么这些人 就红色家族就知道 他们已经无处可逃 尤其是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家族 所以他们和这个船实际上是共成丸 矛盾在哪里呢 习近平作为新任船长 面对的是前任船长 大富二富随手 把这个船弄得千疮百孔 而且位置都还霸在那里 在技术拆这个船 他要驾驶这个船 他就必须要修补 要修补就得防腐 所以应该说 他在这个成立了各种小组 收了权力以后 然后再进行防腐 我个人并不觉得他防腐有什么失败 从战略上来说 我认为他是成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于上层 我想他和房级山 都没有幼稚到认为 一打就能打 应该说他是以进为退 所谓退 是要一条 确定了一条底线 就是要他们把过去掌握的 人财物 那些权力 那些岗位 能够腾出来 所以这杨小杜讲的 不在重要岗位上 那么这个央企 金融行业的一些重要岗位 应该说我们看看 今后一年内的那个调动吧 我们知道成员 已经从国开行那个位置上 已经下去一年多了 所以我觉得从战略上 还是成功的 好 谢谢你 清廉女士 我们知道陈归特先生 在这个杨小杜的讲话以后 马上中共的官方媒体 出现一些文章 就是为这个官员腐败 贪腐官员特赦呢 提出一些理论依据 包括这个中国这个党内 著名的写手邓玉文 那么他说了一个特赦的必要性 对于贪腐官员特赦的必要性 当然听起来觉得 这个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一种观点 但是他说的好像有理有据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特赦中国的贪腐官员 在中国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是什么 目前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刚才和青年已经谈到了 但是将来是不是会到 他们非常紧急的一天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 我觉得这个是在早就讨论过的 我们包括在80年代 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到将来非常紧急 他们政权已经面临 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时候 他可能抛出的牌之一是特赦 我们知道90年代 曾经两次党代会之前 有关特赦 而且当时是中国的反腐专家 党内的高级官员提出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2012年党代会之前 又提出特赦的这个说法 对 您觉得就是特赦 他的最大的问题在哪个地方 就是他们现在不敢实行特赦 最大的障碍是 现在特赦最大的问题就是 正如何金莲女士讲 我想当然他讲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但是可能还要更重要 这一点他就讲的是习近平失去了 制约贪官的一把最主要的利件 同时我想他现在如果实行特赦的话 那么就是向公众表明 就是所有的 他们所有的共产党通过非法手段 或者说非常不公正的手段 得到了财富得到了完全的豁免 就是他们完全可以得到 因为民间也会激起非常重大的反弹 我认为他特赦是万万不可行的 他最大的风险不是在党内 而是在于民心民意 假如他那样做的话 不管你贪腐了几亿几十亿上百亿 甚至上千亿人民币 我仍然把你共产党官员特赦的话 他们怎么面对老百姓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 民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通过其他的渠道 把这些党内腐败的情况 党内斗争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要特赦某些最高层 以及的这些官员的话 那真是要官僻民反 程角农先生 我们知道邓玉文这篇文章里面讲到 他说现在反腐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现任官员支持现任的体制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豁免他以前犯的错误 那么就会换取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支持 这种说法我觉得好像有点天真 那么你觉得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两件事毫无关系 就是说现任的官员是否支持政治改革 他们考虑的现实力 和他们过去贪腐的财产 还有这个政府到底怎么处置这些贪腐的官员 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 就是所谓的赦免或者说特赦 或者是宽恕 他们贪官们 这个做法在中共绝不会成文 也更不可能成法 但是他可能只做不说 而且已经做了 除了杨小杜这一次讲话 强调今后可能这样做以外 我们查一下的话可以知道 上海市在几年前就做过 上海市当时规定 所有局以上干部要申报他们的房产 但是在几月几号之前申报 就可以一切不予追究 换句话讲 你有再多的房子怎么贪污来的 只要报了就没事了 当时就这么做了 而且上海媒体报道 上海市拥有房产最多的一个局级干部 一个人拥有48套房产 将近上亿元的财产 一次性就豁免了 所以这个豁免这件事情 在中国早就在悄悄地只做不说 但是可以肯定 这个在今后还会存在的中纪委 对下面推动反腐的这个活动当中 他对小苍蝇蚊子是毫不客气的 因为他认为这些小蛀虫 在动摇共产党的统治 但是他对红色贵族 特别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子弟 孙子们 他是手下留情的 因为这是八旗 这是这个共产党这个江山的支柱 对 他只要行这种内在的共识 这个说得很对 就是他只说不做 那么何剑林女士 请你最后补充一下 我觉得邓玉文那个说法 他是假设在一个前提上 他就是说 这个要推动政治改革 所以就要特色官员 让官员认同 首先这个政治改革的内容 他就没界定 习近平现在恰好最不能做的 就是民间期望的政治改革 也就是美国西方世界 西方的政治改革 因为一样改革 就会遭到来自于左派 还有包括党内的很多攻击 包括红二代的攻击 所以他绝对不能受人以兵 这一点邓玉文是没看准 还有去年李永中他们提出这个事情 他们是没有看准 习近平必须要守无这把反腐的利剑 因为这是从江泽民时代 就开始定的规矩 就是用这个腐败来搞权力斗争 胡锦涛也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放弃这把利剑 所以我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显得 但他们确实这样提了 好 陈国内好 最后有点补充的 我想他们经常提到 叫做下不为例既往不咎 实际上下不为例已经成了他们的惯例 也就是说已经成了传统 实际上往往永远都是成为 他们的保护官员的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手段 一个说法 陈云讲杀人也好 或者其他讲关于贪腐也好 都是他这个下不为例 这个永远是成为他的真正的传统 就是成为他的中国共产党的惯例 要赦免他们中心的这些官员 好 有关这个中国反贪腐的这个变化 我们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张艺谋的新电影 归来为何引发巨大的争议 那么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BOA新闻应用程式 好 欢迎回到6月6号的教练对话 我是宁心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又成了新闻人物 他以旅美作家闫格林的长篇小说 陆范烟时改编的电影归来 最近在中国遭到左右夹击 双方各知一词争执不下 左派说他迎合西方价值观 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自由派则批他避重就轻 违避文革的真相与苦难 那么有乖归来的争论背后到底是什么 张艺谋面临的批评 反映了今天中国电影和文化的 什么尴尬的处境 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 好 我们知道最近网上流传一篇 原来刊赞于这个党建网的一篇文章 批判这个张艺谋的这个电影 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里面还说呢 说它是西方反华势力扶植的作品 宝生我知道你看了这篇文章 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篇批评这个张艺谋文章的这个看点 首先我想说这篇文章 已经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这个角度 而是从意识形态上施加大棍棒 那么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 这篇文章发表在党建网上 党建网是中宣部下边办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介绍说 党建网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刘云山亲切关怀下 中宣部部务会直接指导下 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等 大力的支持下创办的这么一个网站 而发表文章的这个人 是亚洲新闻周刊的主笔 叫做刘浩峰 这亚洲周刊呢 又是一个亚洲新闻周刊呢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呢 据介绍是由新华社广东分社 中国新闻社事业发展中心共稿 香港卫视旗下的一个大型的月刊 是一种大型的时事性的刊物 所以他已经完全超出了文化批评 这么一个范畴 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攻击 我想听一下陈贵德先生的意见 你觉得这个文章的看点最大看点是什么 这个文章最大的看点是说 我要说这个大的趋势 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以后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 最近几个月以来 他已经把过去邓小平的 那个所谓的不争论的方针 包括在第一次形态方面 保持某种低调甚至不谈 而从国家的一般国家的国家利益 国家的包括经济发展 防止有组织活动 这种撇开意识形态 只谈社会管理 这样一个说法而完全改变了 他现在开始成为意识形态 进攻反攻的一个态势 这个是过去在包括江泽民时代 没有过的事情 所以说他是很大的一个 包括对基督教的这个差教堂 大家都看出他是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反攻 这个是过去执行多年来的 所谓的比较低调的 不争论的这样一个方针的一个反驳 反驳他要想某种程度上 回到某时代的这种挑战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 已经完全软弱下去了 但是他这样的 因为他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了 所以他要再挑起意识形态反攻的话 我认为他是加速他的失败 我知道我们现在谈的 当然都是左派对于这个电影的批评 那么我想听听这个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刘浩峰的这篇这个长文 批判的不仅是归来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归来只是一个靶子 实际上他批判的是 更是归来背后所代表的一种人文价值观 一种跟西方比较接近的自由价值观 那么他里面提到 他还批判了另外几位中国著名的作家 包括莫言 于华 贾平欧 王硕和颜歌林等等 他说这些人都是毒化中国民众 而且是西方要摧垮社会主义的工具 那么你对这种批评你怎么看 我想这有两面 一个是我们谈所谓西方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宣传部门制造的一个概念 是个完全胡扯的概念 因为什么叫西方 马克思难道不是西方人 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来的 所以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来的价值观 中国应该排斥 那么哪里存在着什么东方价值观 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那么反过来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用共产党的话语来分析 就这篇文章 党建杂志和中宣部 实际上发起了一场对党中央的攻击 而且是用今天党中央的位置去攻击昔日的党中央 他真正攻击的其实是十一届六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 因为那篇决议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而归来这部片子其实只不过是 隐悔地提到了文革中的某些阴暗面 党建杂志如果说要是沿着现在这个路走下去 党建网 如果中宣部不纠正这篇文章 那就意味着刘云山这个中宣部常委 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宣部的上司 实际上正在推动和秉持实行一条 反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路线 那这样的话就是和陈奎德先生前面谈到了差不多 现在的党中央不仅仅是在反这个所谓的 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基本的价值观 作为普世价值 而且他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的所有的决议 这篇文章呢他把归来和1984年前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拍摄的一部影片叫做悔悟 想起并论他说内部影片是西方吹响了摧毁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那么归来这部影片预示这是西方摧毁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 当然这是从意识形态方面 但是最为可怕最为可恶的是这篇文章还从组织上对前苏共和中共现在的领导人进行了攻击 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格尔巴乔夫借用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的话说 说格尔巴乔夫是我们一手扶持来的苏共总书记 这篇文章说格尔秦贼先秦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 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 然后几个自然段以后话锋一转 说现在清楚了格尔巴乔夫通过反腐 安插了400多名踢命于他的共济会成员担任苏共的要职 那么这是在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脚架 文章当然是借前苏联来讽刺中共现在 他谈到如果你要是文学批评或者意识形态攻击 你攻击张艺谋攻击杨格林就罢了 为什么攻击格尔巴乔夫从组织上通过反腐的手段将苏共摧毁 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我想听听何其林女士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党建网这篇文章还让我联想到 前不久中国官方公布的国家安全白皮书 把西方价值观视为中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之一 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代表了中国官方一种感觉 就是说凡是靠拢西方价值观或者人权观的这些作品 人物或者是作者电影不管你是搞什么的 都是一种对中国的威胁 我想听听你对这种看法的分析 我其实看了党建网这篇文章的标题和部分内容 我就觉得这一次张艺谋的归来 应该说是一部从传播效应来说是非常成功 因为它有正反两方面的反应 党建网这一篇正好是一种反向传播效应 我们大家都知道党建网在中国的传媒受众中间 影响不大 只是那个意识形态战性的人可能有时候要看一看 那么就是一些大家对它非常反感 所以传播学中间有两个原理 一个叫做反向传播效应 那么它这个起了反向传播效应 另外一个就是信息的传播不等于信息的到达 那么它实际上它不能够有效地到达这些受众心理 我觉得这样一来 其实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引人 只要作品投入到社会上去 引起巨大反显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尤其是引起这个正反两方面的激烈冲撞 我认为就是极大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片子我个人看 比那个伊南那个一次别离 那部片子其实要好得多 那一部片子是得了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 也许这部片子如果占一模能让中国送审 说不定还能够充斥奥斯卡奖 好 我们刚才都是从左派来攻击这个电影 我们再看看自由派的观点 其实这个有点体现 就是中国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一个巨大差别 因为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民间 引起批评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大家觉得它对反映文革的苦难 反映的不够 而是把这个原著的前面五分之四的内容 全部省略了而弄到五分之一 那么宝森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看了这个电影 这个小说五百页前面很大的篇幅 都是谈到了这个主人公在监狱当中 在劳改营当中度过的 严格的就说 如果要是拍这一部分的话 没有通过 没有现在的审查制度的可能 就是而且如果要正面表达这个政治上的迫害 劳改监狱的话 那么现在这样一种文艺作品 很难被中国这个审查制度通过 这是不可能通过的 严格林本人都可以表示理解 而最后一部分 就是主人公回到了家以后 发现他妻子得了心因性失忆 连他都不认识了 他经过各种各样的努力 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妻子认识他 知道他就是本人的丈夫 这是人性当中非常残酷的一面 作者抓住了这个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电影 从某一个角度 一个侧面体现了文化作品的这种冲击性 所以你觉得从艺术上来说 他是成功的 对 好 陈归德先生 我想这个事情还可以从张艺萌本身 他是个很典型的人物 就是张艺萌导演本身 张艺萌导演本身 大家知道 他是有一个非常趣旨的距离 过去在八十年代包括上演洪高丽 上演后来的活着 活着后来在中国官方根本就不准他在中国上演 还有很多其他片子 是对中国民间过去的 包括民间的舆论 过去中国的受了苦难 有所反应 而且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但是后来大家就通过导演英雄 导演和说那个什么亚洲的 满城金带黄金甲 满城金带黄金甲 还有什么奥运会的导演等等 康姆士导演 是很多包括知识界对他非常失望 觉得他已经转了向了 所以他这个经历是非常典型的 现在这次转折到归来 一般来说 大家一般认为他是张艺谋 除了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归来外 张艺谋归来归回他的本色 某种意义上这个话是正确的 虽然我们对张艺谋可能有很多意见 但是我觉得他这样一种 我觉得张艺谋本身还是有多年的内心挣扎的 包括他过去的这个曲奇折折的过程 所以目前我是还是说某种相当的肯定 对他目前的居上 虽然对于自由派的某些知识来说 我觉得这很不过瘾很不够 但是他能够做这样一个归来 我觉得这个姿态是正确的 而且恐怕是代表了相当多的 中国知识界的 有些和张艺谋同类型的 走过这样路的人 某种共识或者共同的一个倾向 陈小冬先生您的看法 张艺谋这次我很赞同奎德的看法 张艺谋这次通过归来这部片子 又归来到了中国影视大众的心目中 这一句话是因为我们看了张艺谋这部归来的片子的上座率以后 就发现他这个上座率非常之高 创下了张艺谋过去这十来年拍的很多大片 从来没有打过了纪录 换句话讲 不只是知识分子喜欢 而且普通大众也都喜欢 尽管很多年轻一代也换着这个片子里面讲的心音性失忆 这种问题就是由于心理原因而导致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 重大历史事件失去了记忆 这部片子并没有真正把这个失去的记忆揭露开来 因为在中国这几乎做不到 但是我想略略回到一点前面我们谈的问题 就是随着张艺谋的归来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这个党内保守的这个左派的声音也回来了 也归来了 现在我闻到了薄熙来在台上的时候的味道 就是刚才宝生前面提到的 这篇党剑杂志的文章明显的含有影射习近平的味道 如果说这篇文章不是不再被打这个封杀 不对中宣部的这种这个这种气势 或者说中宣部的这种基调进行打击的话 那么就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随着习近平最近在打大老虎方面收手 这个背后的左派势力又开始回潮了 所以也许可以说归来从另一个方面 它是一个信号或者说一个测试 看看究竟左派是不是回潮 习近平能不能打左派 或者他自己变身成为左派 好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左派打右派 在中国是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存在的 从包括毛鱼士被围攻 还有什么自由派作家张成鹏被删耳光等等 这种事在中国是非常多 那么也就是在薄熙来下台之后 稍微的平息了一点点 但是现在确实又有这个回调 刚才宝生提到这个党建网这篇文章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么青年你是怎么看的 我真的觉得不要过分解读 因为根据我对这个党建网还有《学习时报》 等过去五年的文章的追踪 他们经常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理论 但是这些理论其实可能只是代表了 党内某种意识形态警察的看法 其实在这个实务部门 就是比如经济部门 还有就是目前在主流的那些文化工作的官员 他们可能还不完全是这样看的 不完全这样看 所以有好多东西的 也就是在他们那个小区内热闹一下 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我同样来看这一篇文章 好 陈国陈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下 我们知道就是说 很多民族都是用电影来愈合 或者反映他这个民族的深刻的这种创伤 包括比如说像俄罗斯的二战电影 还有美国关于这个犹太大屠杀的电影 都是这方面的 但是中国在反映这个民族创伤方面 不管是文革还是二战等等 作品非常少 那么即使有呢 往往也不成功 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回到这个电影作品来看 就是光是把这个责任退给电影 人是不公平 可以存回外在的原因和内在的原因 两个部分来分析的话 外在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审查制度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说有些东西深刻的反映 中国人的灵魂演变 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出不来 这是和因为外在的 这个反映灵魂深度 它一定会涉及到政治的 这没办法的是 另外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 包括在中国长期的洗脑过程中间 和长期的驯化过程中间 一般知识分子 他也 他的思想深度 他因为没有成这样 因为这个思想的深度 要通过不断的磨练 不断的创撞击 不断的对抗 才会深化下去 如果没有这种外在环境 你自己当名师独享 而且缺乏一个表现的空间 他没有生长空间 他不可能生长出来 所以中国的文化环境 使得中国出不来一个非常深刻博大的 这样一个电影作品 或者是作家等等 很难 老师你的看法 文革之后呢 中国出了很多非常深度的作品 当时被官名叫做伤痕文学 那么张艺谋的归来 有很多人说是新伤痕文学 中国为什么反映文革 还有其他大跃进等等 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的 这些个文学作品很少呢 是因为第一 中国现在存在着非常苛刻的 非常严酷的文化审查制度 第二是中共现在对文革 对六四换了一种集体的失忆症 因为他们认为 把这些事情封住 不去谈这些事情 对中共的统治最有利 所以他们是有一种 集体的失忆症 现在张艺谋通过他的归来 能不能打破这种 集体的失忆症 因为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中国的左派设立 就像你所说的 又卷土重来 像为毛泽东 为文革歌功颂德的人 大有人在 张艺谋这部作品 现在出来 也是打破他们这种局面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那么你们刚才两位 都提到这个政审 对于中国出这个好的作品的 这个约束 那么我想确实是 对于文革你是适用的 但是我想就是 哪怕是对于二战这种 不太涉及政审的 还是一个民主很大创伤的 中国还是很难出这个作品 还有我就联想到 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导演 台湾导演李安 他拍的很多作品 从当中的推手 喜宴 到后来的一些作品 其实他不见得涉及政治层面 但是他对人性的探索 还是非常的深刻 那么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大陆导演做不到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您主持人 谈到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大陆前面一半 谈的是关于二战的文 二战片子 中国的二战片 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经常背离历史真相 但是最近十来年 稍有改变 就是开始肯定 国军在二战中的主要作用 而且相对的让中共过去吹嘘的 中共八路军新四军 独立承担抗战的这个宣传呢 多多少少一点 这个取消的作用 但是另一面 如果从探索人性的角度来讲 在共产党国家 其实也有很多成功的 探索人性的片子 比方讲我们知道在波兰 有很多出色的导演 拍过很多 这个在共产党时期的 探索人性的片子 但是我想中国之所以 这方面不太成功 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 从导演本身来讲 他们的文化素养 没有达到这个欧洲国家 一些导演的这个文化素养的层次 他们对价值观 对人性的理解 比较中国的大众化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影视大众 很多人也缺乏这样的 这个鉴赏能力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层次 也比较低 用中共的话讲来就是 中国人有饭吃就行 活着就够了 那么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在这一次 归来放映过程中 这个很多电影院里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 年轻人根本不懂文革的存在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 陈道明问这个女主角 你认识我吗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 一个问题 但是年轻的观众会在 这个电影场里面 哈哈大笑 觉得好笑 好玩 这就是中国影视业 没有办法正常发展的原因 因为中国社会被扭曲了 道德观价值观被扭曲了 道德观价值观的扭曲 何欣灵女士 那么从整个民族反思的层面 来看看 我觉得中国 中华民族在反思历史 正是历史方面 有一些哪些值得 自己在反思的地方 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这个反思历史很简单 就是受制于权力 因为权力不让大家反思 你刚才提到这个二战的问题 二战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希特勒已经死了 他不能再压迫别人的反思 而中国共产党还在统治着中国 从1921年以后的历史 它严厉控制着 它的诉说方式和诉说调门 以及哪些旋律应该红颜 哪些的应该隐蔽 连这个1921年以前的辛亥革命 还有晚清 那一段历史 它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叙说 这一点是中国导演 文艺创作面临的 和欧洲还有前共产主义国家 完全不同的 第二点就是 陈小龙先生刚才提到了 就是这个受众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电影导演 还有文艺创作者 还要媚俗 媚俗就是要满足受众心理 我们知道中国60%多是农民 还有一些是小市民 他们那种比较低俗的文化品位 就所造作中国的盛中市场 所以张艺谋过去 从80年代到90年代 一直到现在 走的是 开始是一种自主创作 后来是媚俗 现在是这一次归来的 实际上是他和陈道明 这一代已经连接60的 这个电影人的一次归来 就是在这个中国现在的 审查制度上下 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些问题 然后尽可能地展现了 那个时代的丑陋变态 和那个什么的残酷 我觉得呢 好 刚才那个你谈到了人性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来很多 当然好的文艺作品 都是写人性 李安的作品也是谈人性 但是人性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容易理解的 悲欢离合 生死存亡 这是一种人性 另外一种是精神上的压抑 精神上的痛苦 这是更加能够揭示人性 而且我认为 只有经过巨大痛苦的民族 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张艺谋写归来 可以写主人公 这个陆岩石回到家以后 发现妻子瘫痪了 受伤了 甚至死去了 这是一种浅层次上的痛苦 但是发现了自己 自己至亲至爱的人 过去越狱出来想见一面 不顾个人安危 跑到车站天桥上 去迎接他的人 不认识他 这给他心理上的这种打击 这种痛苦 比他的太太生了病死亡 要更为深刻 所以张艺谋能够通过这一点 来表现一个民族的这种人性 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美国导演 大导演斯比尔伯格 在纽约看了张艺谋的这部影片以后 抱着张艺谋痛哭 他说的 你这部影片 我们犹太人能够理解 为什么 犹太民族也是经历过 深重苦难的这么一个民族 他们能够理解 我们中华民族在毛泽东的统治下 所经过的那些 妻离子散 众叛亲离 甚至女儿告发自己的父亲 这么样一种心灵上的巨大的痛苦 我想有一点呢 就是说 当然我们从表现出来的情况 看中国的电影作家也好 其他作家也好 或者电影作品也好 还没有达到过去 包括西方的 甚至包括李安先生 这样的一个深度 但是没有表达出来 或者没有看到 不等于说这些人不存在 据我了解 还是有些作家 在深入地挖掘中国的人性 中国的灵魂 不过他现在不能出来 或者说他那个作品 现在还不能面世 甚至我们随便举一个 李安的电影 社界 这个电影当然挖掘了 一些人性的东西 也不错 就是这方面 但这样一个深度 我想中国的电影人 有些人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你看李安这个电影出来 中国的大陆 包括知识界 有些人都对他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国族主义 就是所谓的不抗日 或者说抗日奸细 就是所谓的 用非常肤浅的一些符号 来评价这个电影 所以说 不是说中国人 弄不出来这个作品 而是说包括客观的环境 包括受众的心理 包括整个的精神环境 很难使得中国的人 能够把他自己真正的 深入的那些东西拿出来 现在实际上还有人在做 我们拭目以待 将来历史 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政治审查的 还有中国民众的 自己的这个素质 文化人的素质 那么我想最后再提一点 就是中国这个商业环境 对于这个电影创作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我看了一篇 陈导明接受采访的报道 他就是说呢 他说现在中国这个 电影的一个商业环境 非常的急功近利 出不来好作品 那么中国其实现在商业电影 商业运作方面 其实比以前要好很多 但是在人文关怀上 人性科幻上 刚才我们提到都比较弱 我看到曾经有一位 美国影评人 他说呢 中国的经济上去了 但是灵魂没有追上 那么陈导明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您觉得这个 中国这个商业环境 对电影造成了什么样 负面的或者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在中国 最缺乏的就是 对艺术本身的尊重 和对艺术的追求 不仅是 这个艺术家们自己 受到束缚 观众也缺乏这样的水准 那么中国的 所谓商业化 在电影界反映的最典型 就是所谓贺岁片 那么这方面的大家 是冯小刚 他拍了一系列 垃圾式的贺岁片 迎合的是电视台的需要 商业市场的需要 里面的内容是完全空泛 毫无益 所以我从陈导明 最近拍了归来以后 接受了两篇采访当中 我感受到一点 中国确实还有艺术家 就像陈归德先生谈到的 也还有他自己的追求和坚持 陈导明是其中之一 对 他很强调说 他选片子的时候 这个经常要选 他喜欢的片子 而不是乱七八糟 什么片子都演 那么这里面反映出一点 就是艺术家 其实是可以有追求的 他不一定非要魅俗不可 换句话讲 中国这个恶劣的商业环境 这个是可以通过艺术家的努力 来适当的改变的 归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看起来他是一个很苦涩的片子 但是他的市场很受欢迎 所以他给中国影视界一个提示 魅俗不是最好的道路 对国家不利 对社会不利 对演员 艺术家们也同样不利 其实魅俗也是可以存在 我们知道海陆 也拍了很多凶大无脑的电影 非常多这种电影 但是他同时也有很多 人性关怀的东西 和独立的独立的片子 所以这两者其实可以并存 保身 谈到这个商业化 谈到这种利益 金钱对艺术家的这种诱惑 这是任何艺术家都很难抗拒的 前些年对张艺谋指责很多 但是令人高兴的是 经过忙了一阵奥运 忙了一系列印象 以及生孩子以后 张艺谋先生现在终于能够静下来 用他自己的话说 静下来拍一部好的影片 我希望这是中国一代艺术家 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文化进行观察 进行批判 进行反思 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应该具有了不起的社会责任感 和历史责任感 好 最后听听青年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这个电影 是一个制片人主导的模式 制片人当然就要考虑 投资效益 投资效益 他们做调查的时候 是根据这个受众市场 那么受众市场的品位 就决定了这些艺术家的曲线 应该说年轻的导演 可能由于在成长过程中 还必须受到这种制约 张艺谋不一样了 张艺谋现在是功成名就 而且仇之渠道多元化 和陈道明他们都可以比较 自主地选择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要考虑到他们这一代导演 是60岁这一代和40岁以下的新生代 的品位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种作品在中国的市场 大概也是最后的肥光返照 只有等到政治环境大的变化以后 这个民族形成了一种需要思考过去的历史 和过去的苦难 才会有我们期待的这一类的影片 大规模的问世 好 陈国内您有45秒的时间 我们知道在西方这个非主流电影 和这个所谓独立电影 往往是这个电影工业保持活力和创意 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中国曾经在80年代 有过非主流电影的存在 那么今天的政治环境 你觉得还允不允许 现在今天实际上 据我所知还是有一些 但是被官方挤得边缘 非常边缘化了 但是它还是有时候 极力地推到国际市场上去 我觉得这一支力量 不管它多大多小 存在是一个制衡力量 非常重要 比如说您说的是 张源和贾张科的电影 贾张科的《天注地》 这些电影都是非常好的电影 我最后补充一句 包括张艺谋先生 包括他们主流的 当然和他们的 这些灵魂走向有关系 同时也和具体的关系 张卫平 原来他的合伙人 据说是对他的具体的 影响他过去的 就走一段弯路的 有一个具体的原因 我想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 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陈奎德先生 保申先生 何清莲女士 和程晓农先生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节目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